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我们第一届的高级联赛开打了 这是最终的比分 当然这个是升降级完的比分 大家别太在意 今天有些问题 比如说包括思路上的一些冲突什么的 当然我们扣分是以弹幕为基准 包括今天有两分 我自扣两分 第一局点错了 这个肯定扣分 第二局扣分 其实我是有争议的 但是尊重弹幕的选择 选择扣我的分 我就扣了 这个倒无所谓 当然也显得我们公平合理 既然说扣分原则是按弹幕来评判的 那就按弹幕来说 今天差点降级 还好最后赢了一局主中 我们就看一下这局主中怎么赢 前头一直当主中 反正一直赢 也没有办法 当然反正本来胜率就高 而且是高级联赛 很多朋友说今天打的没有昨天低级联赛好看 我反而在赛后跟很多朋友讨论了一下 打的没有低级联赛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的思路都很 那叫什么 很自我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些冲突 就比如我扣分的那一局 对吧 我觉得医学完了后头主中要联动 我收队友完了小默默三个桃子 他觉得能救还能跟陆志配合 我是觉得我们打完了草昂挂的两个队友 又让内奸跳回来 对吧 最终的话 我收队友小默默救 产生了个冲突 就像这种 大家肯坚持自己的选择 是有一定赢的什么的 当然这一局我扣分了 对吧 我觉得弹幕上也说的很对 就是既然大家觉得能过牌 我主要不知道我的队友那么多桃子 这个也是个原因 来看一下 我这是比分 当然就是说 我们希望是把这个比赛做的越来越好看 所以这个倒无所谓 赢输无所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 这一局是我的关键局 如果这一局我不赢 基本上 因为上局主攻直接 上局我忠诚 主攻直接三连反动 直接死了 就后头的人都没有动就死了 所以这一局如果我再输了的话 今天就降级了 那这一局我非常看重 在这个降面里头 我就 就在这种降面里头 又是一局很关键的局 再加上主攻是个非主流的猪环 对吧 发挥并不是很稳定 对吧 我可以选很多强将 比如我考虑了什么 借周瑜 对吧 陈琳 当然陈琳 陈底位的陈琳中很弱的 没有前置位的好 所以我陈琳就毙掉了 剩下选的什么孙让香 蔡夫人跟他配合都太慢了 所以我就 既然都已经是烈士局了 对吧 就我这局输了 我就要降级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以一个优势局求闻 烈士局求报的思路 来想怎么赢到这个局 我选择了李如 八号位李如 唯一的问题就是 七首位反贼会定义你是中的 那好处就是我们 如果前头的主中 打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但是在我动的话 反贼还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对吧 七首猪环直接压曹仁的血线 二号位 留起跳钟 但这手牌其实有点像内 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他的手牌绝对没有爆发性 反正他就跳钟了 这个室内在说 朱志跳了一个反贼 夏侯士也跳了一个反贼 因为他直接那个乔石了 夏侯士丢两桃 手上我们就估两桃 就这种 这种丢牌就估两个桃 因为他肯定还要留一张杀 这种基本牌或者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留三桃过的 就是夏侯士这边估两桃 对他还有可能留个锦囊房 那个面积 这个也有可能 因为丢桃就很吸引的手牌了 这个都有可能的 这边这边陆芝牌处理的很好 对吧 那个过了过了牌 完了也考虑到跟夏侯士的乔石 什么都考虑到了 要不跟夏侯士给给明 就是在这个身份也估对了 就是定他是反责 当然那个干净相反责也正常 所以这一波收益非常的大 有锅牌有桥石 就等于平白无故多过了四张 这样子的话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主中并不好打 对吧 就如何的在这种时候 只能靠我们方丈 幸亏我选了李如了 如果但凡选别的 那真的就不好打了 这边曹人违魁 拆掉一张桃子 限制了一下干净 并且能够帮我过一下牌 但是过的牌没什么用 这边主持让他出来 不能让他出来 哎呦 反贼还有一个无限 我有个桃子 他还挺安全的 我觉得甘尼如果让队友杀的话 他应该先杀再去戒刀 这万一陆芝不愿意跟你激活 那岂不是人呢 什么了 或者他有九杀 他想请一下闪 那他但是他没有九杀 那就不说了 这局起手反贼将面很强 而且反贼有吓唬 是朱智都是球闻的武将 对吧 我们这一轮行动就非常的关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行动怎么打 呃 外头反贼抱的一张无限 呃 那个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先骗无限 而且我先开无中会给对方一个 不敢随便打无限的 因为这种局啊 大家这个无限扣的都比较紧 我直接开无中 显得我好像不怕他无限 因为毒牌是能毒清楚的 反贼一定是有一张无限的 因为主中无限 那个朱智无限 甘宁那边就一定反无限了 那我先开无中 要不能把无限骗出来 我觉得也不亏 就骗不出来 我把无中开出来 我也赚 因为我这手牌质量并不是很高 无骨 甘宁这个我是开不出来的 这个位置的无骨很好 但是因为甘宁是开不出来的 所以我直接打无中 开出来了 并且开出来一个 这个 这个思路是最关键的 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思路 分尘是必开的 因为我不开肯定就死了 那一般情况下是我丢一 这边刘琪不知道丢多少 他可能会把肺牌丢出去 丢出去的话 朱智有个藤甲 他一般会选择自己飞雪 对吧 他不会去压夏侯士 因为夏侯士三雪比较危险 他四雪六手牌比较 一是没必要跟刘琪 怼着去丢那么多牌 对吧 保牌又能保住夏侯士 那这边肯定他飞雪了 飞雪夏侯士会丢一 到这儿 对不对 我如果到这儿的话 卢之可以强行丢六 逼得曹仁飞雪 完了甘宁丢一 就保住甘宁的血线了 而我这轮是必须打死甘宁的 这个有很多人说是两个思路啊 就是灭迹卢之 这样卢之丢牌 一定是丢不过曹仁 曹仁丢牌 他一定是死的 但是这边就想了一个决策的问题 就是有可能你少一点伤害 所以这一轮 我们一定是灭迹一张牌的甘宁 不要去贪的去灭迹卢之 灭迹一张牌的甘宁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灭迹完 开大出杀 还收不死的话 你还有决策 就算收不死的话 还可以把过拆往后送 这也是一个锦囊 对吧 就如果我回合内收掉的话 这反而是我的 当然先火攻啊 火攻成功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是留了个 闪保护牌嘛 对吧 我这边红的多 我火攻去先打中 打掉一滴血 然后直接灭迹 不去单拆啊 我直接灭迹 因为我有可能收掉他的 这边我们估下火室两个桃 但是我的回合内输出 是估出四点伤害的 大家要抢架 这是我估出四点伤害的 所以下火室有可能两桃 愿意保队友 你看 就所有的思路都是按我们的来 如果我灭迹卢之 让 就是有的朋友说 灭迹卢之效果都一样 但是卢之要丢的很多牌的话 曹仁为了去打干宁 他可以丢更多 这也对队友的手牌不尊重 对不对 所以说没必要 这样子的话 又能帮曹仁留点手牌 又能打干宁 并且还有个决策空间 所以这一轮灭迹 大家不要去摊 灭两张牌的 你应该打出更好的思路 这边下火室没救 我刚才说了 他救 他觉得救不活 有可能反而队友就危险了 不如把逃留的保住质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我把我的过拆收回来了 打死干宁就能开我的五谷了 这个五谷位置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拿四张牌 这边我选择拿万剑 拿万剑的好处就是 我看能不能压一波 完了把乐往后放 为什么要把乐往后放呢 就是说我觉得 夏侯氏这一轮没有救干宁 并不是觉得他 并不是百分之百觉得 这两个桃留下救朱志 有可能夏侯氏起手 他的桃太多了 他觉得这局降面 反贼很有优势 有朱志的存在 我可能会考虑到 我留一桃一闪一杀 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桃要不就可能 就是两桃选的保队 要不就可能他桃数量又限 那我现在就说有第二个可能性 我更希望的是 在朱志洞前打死朱志 因为朱志 团的话是一个球稳型的武将 我们并能保证自己是优势 所以我不拆距离保自己了 有的朋友说你拆距离保自己 没必要的 我已经换死赶紧 开出一个神武骨 骑手我就直接在朱志洞之前 七手牌打死朱志去搏一搏 搏 搏中了 也许我们就绝对的优势了 搏不中 本来我是死的人 我拆了方天化戟 我也不觉得自己能活 对不对 那我干嘛去拆房天化戟呢 这边看一下队友 拆桃去了 但是很可惜没有距离 拆掉一张桃子 这边的话 刘奇挑了个内奸不动手了 他觉得有乐 那没办法 而这个无蟹是反贼大 只要刚才这个拆到无蟹更好了 这个反贼无蟹控的很好 就是你刚才那无蟹 随随便便给无中打了 那也可以啊 打了无中 当然他不知道我的手牌嘛 对吧 他也不知道我有灭迹 就是无中开出来的灭迹 这边我死了 我死了 其实骑手的效果已经很好了吧 对不对 打了一波反贼 压了很多手牌 完了打了朱志三滴血 打死一个干宁 其实我的作用已经达到了 就往后看 对吧 作为一个忠诚 我骑手已经是打出该有的效果了 而且是被骑手压的 当然本来选这个八号位 例如就面临着这个威胁 二手牌的下后师 他肯定是那个 手牌是能打光或者能打死曹仁 果然是 那就没问题了 这边刘奇内坚 还是选择救了一下曹仁 那个因为他觉得二连打不死 下后师的话 进不了二二 他很危险 想让曹仁再动一下 因为曹仁一滴血 他觉得随时能打死 但是曹仁 没有 最后最后不够过牌了 这边下后师没有动 我们来看一下朱环 朱环这个时候 强强命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直接收掉一个反贼 那这样子的话 刘奇可能就考虑去杀 这是拆光反贼去 这个AOE上轮无骨的 对也没有什么问题 主攻保一下曹仁 两个A 直接想进单挑 但是很可惜曹仁 曹仁肯定会留一个杀的 对吧 他觉得你刘奇那个AOE放出来 那曹仁留个杀也没有问题 这边 炉芝帮助内奸 想控一下打进朱环内 但是还好的是 主攻那边有一张桃 保了一下曹仁 这个曹仁不能死啊 朱环内很麻烦的 要再动一轮联动 对面还是很伤的 这波联动 基本上就主中获得了比赛胜利 强中收掉 卢中收掉陆芝 完了内奸还能不能进单挑 拿到单挑分 单挑分也挺多的 但是还可惜是 这边过牌比较多 还有淘酒 那这样刘奇很难受了 最终点动直接打死了刘奇 这一局我们本质就是一个烈士局求报啊 就其实我降面并不是很好 主攻又不太信任 那反对其实降面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们利用那种方杀性极大的武将 通过这样子强行的把 那个打死 我们来看一局失败的局吧 好不好 看哪个呀 看这个吧 这局输了 输但是 跟我 我觉得我已经发挥到最好了 但是这局反贼气肉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你说高级别 比赛 大家都有自己的主意啊 比如这一局就很 气肉很奇怪 将为主 完了 中瑶直接跳反贼 纵使困顿难行 以当底力奋进 那个郭怀开 我这边直接拿到了联络 这样子的话 中瑶那边很危险 而且中瑶这边也拿了个红色的过程 还没拿闪呢 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边开五谷定 郭怀是一个反贼 郭怀直接杀曹人 就这一手 就很难打 就当时我都懵了 这为什么杀曹人呢 对不对 一是他可能考虑到杀主没有用 二他其他定义的就是 法阵我中瑶都像反贼 就那个曹人是一个 废血能给牌的 而主攻是能主动降一滴血的 他觉得曹人是最像忠诚的一个选将 所以他直接忙曹人了 理由是够的 对吧 作为像这种甲级联赛 有这个对降面的判断 是够的 但是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 什么包括像 其实也很难判断 就是小某某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嘛 然后反贼这边 激活了一波 曹人对于我们来说好事 当然我这轮肯定打明的 中瑶了 先看一下 简易马能不能骗了中瑶 但是中瑶不给我 这个其实我可以考虑问 因为我没办法先跳身份 对吧 我如果问姜维 姜维给我个闪呢 还不就亏了 因为主攻手牌永远多 我留的他 我以后问也行 所以我还是问反贼吧 如果我能跳身份 我就应该那个 那个飞军问姜维要牌 那姜维会那个 给一张杀的 因为我带出简易马联络 但是我不想冒这个险了 如果打 如果这个出现问题的话 这肯定又要被弹幕扣分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稳当一点点 而且我说这个杀还要过未知牌 当然未知牌没过出杀来 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有输出牌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就强调一波 就齐柔按道理打得还可以了 就是反贼将面并不是很强 完了 我齐柔把中瑶打成这样子 但是这个五蟹打得很草率 反贼乌龙主中也乌龙 当然主攻也定义曹人是中了 跳了五蟹 那个先兵跳身份 完了带左带武器过左定 去问中瑶要牌 完了去过牌 这一下就打得很难受了 乐了一下针机 完了中瑶反手 又把血线给撑起来了 双五蟹对打 没有出来 这边针机还少了一点 身份肯定是齐了的 那个拆了我的兵 但是没有后续的输出了 把手牌的姜维 看有没有什么事 能打死中瑶就好打了 但是就是没打死 这边给中瑶补一下手牌 我这个乐出来 又摸了两张杀 效果很好 问中瑶要牌 这个火攻 这个火攻选中瑶 中瑶一定是留火墨牌的 基本上 所以他那边更有可能出黑桃和梅花 我这边对不对 就准备的 所以不火攻草人火攻他 完了继续的杀中瑶 但很可惜 还是短一个桃 曹仁 这边有一张桃 保中瑶 曹仁这边收 就弹幕少说 中瑶马上动 可以不收 但是这个看曹仁的手牌 他这个我不知道 他手牌 他想收不收 由他来定义 起码 这个南蛮 给了法陈这一张牌 让我很疑惑 如果这张牌 给的是一张 9 我觉得就特别有思路 或者杀 9不一定 杀倒是有可能 这边 铁锁打一下 完了曹仁 又去 曹仁活下来 动了好几轮 效果很明显 轮轮过了很多牌 真机这边是白板 孙权这边是白板 姜维这边是白板 你看这主中三连 就打 打掉对面一张闪 这怎么赢吧 对吧 这一轮 当然如果让我动 在曹仁面前动一下 能打死曹仁的话 我们还能打 所以这一轮 我活是非常关键的 那边 拿曹仁的牌 曹仁没有杀 这边 法阵 直接九杀 可惜我没有闪 当然如果我的队友 有两个陶 他们都很白板 但是有陶 把陶救回来 我还能动 又连弩 能推死曹仁 还是可以 真机也是这么想的 就在 他是第一个 他只有一张陶 还是球 想看孙权和姜维 有没有陶 孙权没有 姜维没有 直接死了 这也很尴尬 但是如果我再动一轮 就真的就赢了 但是这局 我觉得主中赢的 很大的原因 就是三连打得太弱了 三连 三百板 就完全没有打出优势来 你看上轮的主中联动 所以让一个 起手 乌龙的 反贼 的曹仁 都撑得这么好的状态 我们两轮 两轮每回合 都在三年以上输出 对吧 都打中瑶 打得那么慢 这边 针机 好不容易落神出来 借刀一下 这边 青钢 杀一下 曹仁 看一下 恩手牌的 孙权 这一波行动 只狠了四张 留了三张 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拆 留了拆顺什么的 想拿青钢剑去秒了曹仁 但是反贼逃很多 那我们就看一下 姜伟了 姜伟这边 就是继续杀了一刀果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 主攻也是直接 直接送了 直接秒主了吧 这反贼这是要 拿白银狮子 直接推主 那主攻非常的危险 看一下曹仁的行动 四手牌 先开个万剑 哦 陶直接求到姜伟 那孙权那边没逃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 出了个决斗 直接姜伟死了 如果姜伟再动了 还有机会 但是直接死了 这局 反贼棋手乌龙 还能打回来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主中的联斗 效果没打出来 还有孙权那边没距离 真击第一轮 贝勒第二轮白板 就直接没有落胜出来 就实在是 没有把棋手 我们这边打出的优势 占据住 如果能在第一轮 第二轮的时候 把忠遥以及曹仁 全部打死的话 这一局 反贼将面并不是特别强 郭怀和法阵 那就好打多了 而我们就算是 打死这两个 我死了 能慢慢打也可以 对吧 但是很可惜是没有打死 让对方直接一波 把主攻推了 而且是姜伟的主攻 那行 今天这个高级联赛 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收看 明天我们会录制一些正常的局 就不比赛局了 我们以后的比赛 已经在今天 直播的时候定义了 以后每周的四五 打低级联赛 六日打高级联赛 然后今天也改了规则 大家看到没有 我直播这个这一行字没有取消掉 今天也是第一次发钱啊 就是高级联赛第一名和第二名 我直接是讲了30元是20元 自己淘要包 讲的不多 因为每周都要投入 这个 等我有钱了 我再把这个奖金提高了 但是现在就当一个乐呵嘛 更希望大家打这个比赛 积极性高一点 那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